小杨提供了一份没有盖章的商品房认购书 显示他要认购一套99方的房子 总价255万左右 小杨说3月10号他付了5万块钱定金 10天后支付了首付款 连5万定金总共是76万 签了商品房认购书 开发商详生方面就把盖章的那份收走了 他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 把首付拆成了三个单据 一个是5万 一个是15万 把它写成了定金 把剩下的56万写成了首付款 但你签字了 对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筛 我没有具体看 他说我们就这个流程 你清个字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的 小杨说他后来才明白 定金写成20万 意味着他一旦违约 要承担很严重的代价 这后来也确实应验了 3月20号晚上 小杨在案场办理贷款 因为他在2018年 有一笔贷款逾期超过90天 没有被审批通过 当时我本人也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合伙 开了个蛋糕店 然后朋友 他的姥姥都癌症了 需要用钱 他也没有钱 然后把这个钱 因为我之前的工资流水比较高 这个建行它有个快带 然后就默认了 有9万块钱的额度 就批出来给他用了 给他用了以后 这个卡也在我朋友那里 他也没有还 导致这个余期了 后面也是我去结金的 也是来买房 才知道有这个事情 小杨说 只有等到这条 逾期还款的征信 超过5年 才能办理贷款 他的首付款 基本上都是借来的 房子肯定买不了了 他把情况告诉了开发商 希望把76万首付款 退回来 销售让他写了情况说明 在这份情况说明上 小杨称 个人积蓄2万 信用卡借了6万多 朋友同学凑了35.4万 父母向亲戚借了30万 3月21号还曾崩溃大哭过 他认为这不是他主观违约 据说对方最开始 也同意全额退款 退肯定是给你退的 可能需要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 那接着今天已经29天了 也没有给我们退 就是我们少总也是在一起的 然后的话 我那个时候少总也说过 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也知道 明明是这个情况不容易 对啊 我们会下去公司申请 看到能不能把这个 钱给你退回来 或者说降低到最低的损失 认购书中约定 小杨作为乙方 不论何种原因 如果未按约定时间 履行相关合同 以付订金不予返还 并且按总房款的10% 承担违约金 另外还有一条显示 乙方保证自身资讯情况 符合所申请的贷款比例要求 这样意味着 小杨总共要被扣掉 45.5万元 我没有和您说过 定金是5万 给您签了 认购书之后的话 定金的那个收据签收的话 也是开的 那个一张5万的 一张15万的 还一张手购买的发票 签那个认购书的时候 你也没问我看 你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直接让我签字就可以了 这个当时我的同事也在 认购书的话 您是看过 你没有跟我看 后面的明细啊 认购的时候 我是明确评论过他的 您有没有过那个信用带 包括的话 有没有过那个信用卡的 各方面位于西纪录 你没有问 你只问我 有那个社保 有没有满两年 中销售没有在暗场 他表示 此事由领导做出答复 小杨和记者在现场 等了近一个小时 没有负责人出现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后来开发商方面回复 程序上不存在违规情况 但从客户角度出发 考虑到非本人意愿所致 要扣一部分违约金 记者也联系上了小杨 他表示 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